农业农村部通报 长江禁雨取得阶段性成效 江屯群体在鄱阳湖 长江中下游江段出现频率显著增加 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 省会南昌交通健康指数再次上升 在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三 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一 未来一周温省持续阴雨 干中干南局地有暴雨 省气象台提醒 需防范持续阴雨天气 对春运交通的不利影响 和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通知 下周一开始全面恢复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 自香港澳门入境人员 七天内无境外地区旅居时 无需查验核酸 今晚12点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 今年第二次上调 调价后 加满一箱容量50升的汽车油箱 大约要多花8元左右 胡某雨事件调查结果公布后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再度引发关注 学校 家长 社会该如何协作 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稍后来听专家解析 企业排放废水 村民担心地下水被污染 环保设施未到位 为何一直再生产 系列报道 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曼甲雍散 今天继续关注我省干部作风建设 新买的二手货车 因车价号磨损无法粘减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损失又该由谁承担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追问真相 傍晚好各位 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正在为您提播的是都市现场 我是庆元 在南昌向您们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3号 周五 鬼茂年的正月13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本节目由长寿村的新秘密 新年就要一起开新活的墨斯利安 特约播出 农业农村部在昨天2月2号 举行了长江十年禁鱼工作视频推进会 宣布了长江禁鱼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水生生物资源恢复趋势向好 江屯群体在鄱阳湖 洞亭湖 长江中下游江段 出现的频率显著增加 江屯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日前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通告 决定在干江南昌经开区辖区相关的水域 开展专项行动保护长江江屯栖息地 通告提出南昌经开区在辖区内 长江江屯栖息地禁止垂钓 具体范围是上游至江西省江头能源供应链 有限公司江头能链水域 下游至一海家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金龙鱼对岸水域 干江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屯栖息地水域水质清新 水资源丰富 引来大批江屯在这一水域栖息 通告还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 破坏长江江屯深吸繁衍的水域 场所和生存环境 禁止在长江江屯栖息水域乱扔垃圾杂物 独视频道记者报道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今天下发通知 从下周一的2月6号开始全面恢复内地与港澳人员的往来 2月6号起取消经粤港陆路口岸出入境预约通关安排 不设通关人员限额 恢复内地居民与香港澳门团队旅游经营活动 自香港澳门入境人员 如7天内无外国或其他境外地区旅居时 无需凭行前新冠病毒感染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入境 如7天内有外国或其他境外地区旅居时 由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查验其行前48小时新冠病毒感染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结果为阴性者放行进入内地 3岁及以下婴幼儿可免于查验核酸 为确保人员通关和跨境客运安全有序顺畅 进一步改善人员往来体验 口岸查验部门和跨境客运承担单位 加强组织协调和动态调度 做到内地毗邻香港澳门口岸应开近开 通关便利化措施应出尽出 内地与港澳跨境直通道路客运和铁路水路 航空客运运力应用尽用 独视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这后天就是元宵佳节 在赣州市巡屋县成江镇的问口村 村民精心筹备已久的传统元宵民俗香火龙热闹开眼 这浑身插满了香火的龙身 在大街小巷来回穿梭 不仅是增加了节日氛围 也给人们送去了吉祥祝福 按随着阵阵锣鼓声 插满香火的龙身随着龙头摆动翻轨 点点燃香流光溢彩 爆竹喧天传喜庆 场面颇为壮观 村民们都说 这香火龙不仅可以给他们带来浓浓的节日氛围 更寄托着他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补出我们的精神器 补出红红火火生活的生活 使祖国更加环游昌信 大家在新的一年健康平安 希望发达 人才希望五辜昏登 香火龙是用稻草捆扎而成 把香火点燃 插在稻草扎成的龙身上 用木棍高情舞动 便可演绎出不同的造型和动作 这一独特的舞龙形式 吸引了众多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 特地从家里过来看 这种元宵的节日氛围非常棒 很有传统文化的气息 也能让我们年轻人感受到 这种风土人情的味道 就了解 香火龙最早来源于军事 之后过渡到辟邪 纪念先人功德 再发展成为当地元宵佳节 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民间民俗活动 锣鼓翘起来 龙灯舞起来 元宵来临 在上饶鄱阳县白沙周乡 理工脑村里 二十多名退步上岸的渔民 身着统一服饰 卖力地挥舞着手中的两条巨龙 向大家传递着平安和祝福 这几天我们的广场都非常的热闹 天每天都在舞 就让我们老百姓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据了解 理工脑村 锦临鄱阳湖畔 是鄱阳县专渔民村老渔村 2020年 为了长江生态的修复与保护 村里的渔民都通过就近就业 自主创业政策保障等方式 全部实现上岸转产 而比起以往在湖上的风吹日晒 退步渔民都觉得 上岸后的生活更幸福 我们是渔民上岸的 现在在家就业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我们在家 我这个龙灯心里很开心 本节目素材有新闻社恭喜 我们继续来说赏灯 这两天 山东省自博市博山区的八斗老街 亮起了五彩缤纷的花灯 线丽的灯光 把八斗老街装扮得年味十足 流光溢彩的花灯 充满地方特色的傍晚 引得众人为观 就特别过来 来八斗老街这边看一下 这边的过年气氛特别好 尤其是看到小时候的花灯 还有这些傍晚的 就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八斗老街花灯会上的花灯 是由东顶村村委会成员集体设计 而后专程前往维方阳家部花灯基地定座 十二生肖 吉兔纳福 逾越龙门 每个花灯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与老街环境相互交融 感觉这里充满了年味 以及充满了我们的传统色彩 在今天我感受到了以前小时候的回忆 还感受到了我们现在新时代的 创新的概念 然后也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感受到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 游走老街街巷间 既能欣赏美轮美奂的灯祖屋 还能沿街观看舞师 杂耍歌舞表演 游客们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 分享着新春佳节的欢乐 独视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分享欢乐 今天宜春市津开区 给优秀企业发奖了 真金白银加上小汽车的奖励 一共是三千多万元 宜春津开区设立的奖励 有营业收入上台阶奖 营业收入增幅奖 税收上台阶奖 智能化应用奖 科技创新成效奖等 奖励的176家企业 涉及锂电 光服 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奖金价值一共3803.59万元 获奖最多的650万 有25家企业 还获得了37辆 哪吒新能源汽车 我们在所有的这个从科创研发到做大做强 到我们的这个商贸提升税收的这个上台阶 包括它的云收上台阶都进行了精准式的这个政策的制定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些奖励 这肯定是全部是真金白银 及时兑现 记者了解到2022年 宜春经开区签约引进百亿项目两个 亿元以上项目43个 总投资额达到488.55亿元 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或省委省政府 2022年第一批及时奖励二等奖 对于这些企业 宜春经开区积极推行全链协调审批 当好服务电小二 我们一定会让企业的开办像网购一样方便 让我们企业的这个汇取政策像快递一样直达企业 独视频道记者报道 现在这个时候呢正是用功求职的高峰期 南昌市新建区把大型综合性招聘会 分解为多场次小规模专业性的招聘会 再来通过灵活多用的方式 夏乡镇为不同就业群体提供更为精准的就业帮扶 在南昌市新建区连维镇的急镇街道上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一场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线下专场招聘会正在举行 22家企业1500多个岗位 让408村的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求职 今年7月份我就要毕业了 现在我也开始找实习工作了 正好今天家门口就举办了这个招聘会 我觉得很方便 记者了解到南昌市新建区人设局研判就业形式创新工作方法 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 除了常规的通过网站微信户外广告等形式招聘外 采用主题活动的办法举办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为区域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春节期间新建区安排现场招聘政策宣传以及线上招聘活动共计7场提供就业岗位1万余个 促进他们更好的就近就丽就业 我们开了这种小型的点地点的招聘会 把岗位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让他们逐步之父居然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 实现务工顾驾两不误 读视频道记者报道 古一道两旁的朵朵梅花开遍之头 白梅 红梅 辣梅 绿梅 珍珠梅 以各种姿态争其斗艳 在春日微风的吹拂下 暗香浮动 清香扑鼻 让人心旷神怡 这几天天气比较暖和 这边梅花也开得很 春天来散门 也是对新的一年美好的祝福 近年来 大鱼县在古一道两旁和山下 种植了上万株高品质 珍稀梅树 如今 荒坡变花海 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都会再现 梅开鱼岭为乡国的美景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赏梅 看到梅花 小编不禁要吟诗几句 翘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不经一番寒彻鼓 怎得梅花扑鼻香 所以一千个赏梅人就有一千个爱梅的理由 这不 最近赣州渝都县段乌乡段乌村 种植的近六百亩梅花也如约绽放 把这个村落装饰得如湿如画 众多游客和附近居民慕名而来 以梅花做背景 给自己来张特写和同伴来张合影 今天带着一家人来这里刮赏梅园 闻着满园的梅花香 心情特别的好 感觉非常的美丽好看 有如置身于花海之中 室外桃源一般 然后我也相信在新的一年 我们的生活像梅花盛开一样 如约而至 生活也越过越美好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稍后播出 今晚12点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 今年第二次上调 调价后 加满一箱 容量50升的汽车油箱 大约要多花8元左右 本节目由长寿村的新秘密 新年就要一起开心活的 莫斯利安 特约 常言道 人活99 全靠好牙口 中老年人缺牙 松牙 老掉牙 尽早修复 刻不容缓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江西广播电视台 影视旅游频道 江西广播电视台 公共农业频道 携手得牙口腔 全省寻找缺牙人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会诊费 一律取消 同时 德国种植牙 种一颗送一颗 再送终身聚宝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 已正式开启 不限年龄 不限缺牙科数 赶紧报名 报名热线 0791-8812-8777 0791-8812-8777 活动指定 南昌德亚口腔 种植牙 认准德亚 在绿色中苏醒 这是我的家 清点脚尖 感受希望正在生长 迎着风 听见春天 寄给冬天的信 努力向上 看见生命飞翔的样子 在江西 遇见你 真好 这个冬天 我们一起过年 点外卖 也许如此麻烦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用户可在手机银行APP中 打开生活 点击美团 每日早上九点 抢六元无门槛美团约会券 在中行APP下单并在线支部 即刻生效 每天还有四元满简神券 新闻 新闻接着往下说 向美说一说油价上涨 国家发改委通知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从今晚的12点开始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提高了210块钱和200块钱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三大公司 以及其他的原油加工企业 要组织好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 确保市场稳定供应 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各地相关的部门 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一般家用汽车的油箱 50升容量估算的话 今晚的12点之后 加满一箱92号汽油 预计将比今晚的12点之前 多花8块5毛钱 今天早晨5点半的时候 在杭瑞高速公路的上饶鄱阳县境内 有一辆满载着百货的车突发大火 满车的货物损失惨重 大火蔓延到了护栏外的绿化带 消防人员兵分两路压制火势 一个半小时后大火被突灭 但被抢救出来的货物仍有复然的危险 再挖下去 拆脚的地方都没了 你车上装载了些什么东西 把义务装着过来的百货 我在高速镇上行驶的时候 电单轮胎是爆炸了 想来一心 我就靠边停下 靠边停下就瞬间起火了 这场大火货主估计直接损失 约35万人 2号凌晨1点左右 南昌市西湖区石头街47号的居民 被一场大火惊醒了 起火的是楼道内三辆电动车 一楼二楼火光一片 大概我是手机充不了电 我没有什么原因 我警示警示 赶快去出来看一下 一开始我都打家里的电 没打开来 打开门的口就消出来了 就当时发现自己家已经没电了 然后出来看一下 就发现已经着火了 索性没有人员伤网 具体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公提供 向来说一个吃火锅 差点是丢了命的事 那么他们是在哪吃的火锅呢 大年初三晚上八点多 辽宁大连高新园区公安分局 接到警情 在软件原路附近 一大客车内有人吃火锅 疑似探火中毒 一人已失去意识 报警人也出现了头晕 无力的症状 说完便失去意识 再未接听电话 当时他报的接警的位置 比较模糊 是一个区域 那么我的第一想法就是 调派多支队伍同时分工负责寻找 能尽量缩短搜寻的时间 尽快发现报警人 当地派出所出动多名警力 迅速赶赴周边可能停靠 大客车的位置进行查找 并联系120急救车 做好临场抢救准备 四名特警队员相互配合 对大客车一处车窗实施破拆 进入车内后 发现两人已经倒在车内 随后120急救人员到场 将两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经调查 中毒人员为客车司机及其朋友 因为第二天凌晨要出车工作 所以俩人决定在车里吃火锅 并用炭火作为燃料 为了保暖 俩人还把客车的门窗 全都给关上了 谁料到造成中毒双双昏迷 铜火锅使用的炭火 在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 会释放大量一氧化碳 如果在空间密闭 排风不畅的空间内 极易引起一氧化碳中毒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抢救 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在使用炭火作为燃料就餐期间 应该时刻保持空间通风 排风等设施运行 防止意外发生 毒史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来上一个春运路上的马大哈 在赣州西站 有位旅客在过安检的时候 把子里装有三万块钱现金的包 一落在安检机的传送带下 他给忘记了 幸好被执勤的铁路民警捡着了 并且把包归还施主 1月31号10点21分左右 一名旅客正在赣州西站做安检 完成安检后 他便静止朝后车室方向走去 还在安检传送带上的黑色双肩包 早已被他忘在了脑后 约一分钟过后 正在直勤的铁路民警林星星发现了背包 随即把他带回了警务室 包带回警务室后 我进行开包检查 发现里边有一个信封 报道好几大现金 大约三万亿点 还有身份证等其他证件 随即 我通过车站广播 找到施主 不到十分钟 施主薛先生闻声寻来 原来薛先生当天 准备坐高铁回南昌 在过安检的时候 光顾着找检票口了 把自己装有三万元现金的背包给忘了 2月1号下午点多的时候 在景德镇乐平时 重步镇的右下汪村 一头小牛 失足掉下深井 牛主人赶紧向消防求助帮忙 事发地是一处被拆迁的房屋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一头大概200多斤的小牛 陷在废弃的井里 井深约10米 井口直径不大 拆过房子以后旁边 还有很多这种砖头啊 石头这种垃圾建筑垃圾 然后井口的话也出现了塌方 救援人员也不太方便下去 经牛主人同意 消防救援人员尝试利用绳索 套到牛脖子上的方式实施救援 不过操作过程中并没有那么容易 看来对牛说话果然是白费扣舌 由于井里有水 绳索一直漂浮在水面上 无法套中牛头 但消防救援人员没有放弃 就是头和鼻子的位置 然后绳子一直下不去 下不去以后我们 就是大概尝试了几十次吧 二十多分钟整个时间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 用竹竿顶住这个位置 然后把绳子往下压 然后按住绳结拉紧 从这样的方法呢 最后才套成功 读史频道记者 魏宇景德镇乐平报道 最近有上饶市鱼干县的观众 在我们江西都里频道的 网络问证平台干问上进行反应 说过年期间 他们村庄附近是突然冒出了 两个垃圾堆 天热的时候呢 散发了非常难闻的臭味 平常过年的时候呢 每家每户都能闻到一股臭味 村民希望 谁能赶快来管管这个事呢 2月2号 都市频道记者在上饶市鱼干县 瑞宏镇新唐村委会后面的空地上 看到这里堆积了大量的生活垃圾 面积达到数百平方米 在这个垃圾堆北面几百米 有一块荒地 十几亩的地面上 同样堆放着各类生活垃圾 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有很大的气味 特别是天热的时候 那个气味是很刺鼻啊 你们村庄离这里有多远呢 离这村庄大概就是 四五百米的样子 就村庄里面也闻到这个臭味 也闻得到 据村民介绍 这里之前本来是块空地 过年期间有垃圾运输车 把大量生活垃圾运送到这里堆放 大过年的村庄附近 多了个垃圾厂 大家觉得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按道理是应该有垃圾 专门的这个处理站 是不是 你不应该放这里啊 放这里这个 有严重影响这个市民的 这个村民的这个生产生活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记者来到 鱼干县瑞宏镇政府了解情况 一位负责城镇卫生管理工作的副镇长介绍 出现这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因为瑞宏镇呢 平时的这个常住人口也就在3万左右 但是这个春节期间呢 随着这个外来人口回来过年了 这个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 已经达到了将近9万快10万的样子 但是这个人一多 就产生生活垃圾也特别多 清运公司也是每天的在这个清理这个垃圾 但是他们的清运能力确实是有限的 朱宇强介绍在大量生活垃圾无法及时清运的情况下 只有暂时设立了两个临时垃圾厂用来存放 对于村民们反映气味难闻的问题 他们会督促垃圾清运公司加强管理 在元宵节之后加快清运速度 降低垃圾临时堆放对周边居民带来的影响 下一步呢 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反应啊 督促这个第三方公司 对这个垃圾进行一个及时的清运 在这个垃圾临时堆放点啊 设置遮挡跟这个醒目的标志 督促他们杂掘时间整改 尽量降低对居民生活的一个影响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外婆香小榨菜紫油 加油 咬到外婆香 哇 好香啊 外婆香小榨菜紫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龙鱼 你的边界由你自己掌握 爆发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盲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您的电话一线费 请免续交话费 娜娜 帮我充三十话费吧 我停机要交不了 有点着急 好吧 好了 你给我十块就行 十块 不是三十吗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吗 是中行手机银行服务对你好 用中行手机银行充化费 可享受满三十 随机利减二到二十元优惠 每名客户 每月最多可享受一次优惠 得满为止 先到先得 南昌小雨五到九度 九江樱转小雨三到八度 宜春小雨四到七度 平江小雨转中雨四到六度 新鱼小雨三到六度 福州小雨四到八度 樱潭小雨五到七度 景德镇小雨五到十度 上饶小雨五到八度 吉安小雨六到八度 干州小雨九到十二度 南昌小雨五到九度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头痛血热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头晕 头痛血热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骨方 专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梦齐清血八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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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